白云绕山蝉 落花流水出桃源 蚌草 漫山静 幽花引洞天 抬头树森森 低头水蓝蓝 古墓 台风骏 身崖乳杂犬 不仅如此 还有真琴细细 熊猫出没 虎豹流连 这说的都是我国刚刚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 10月12号 我国正式设立了三江园 大熊猫 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 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今天上午国新办就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发展情况 举行发布会 介绍相关的热点问题 我们先来直观的感受一下国家公园的魅力 现在您看到的我身后的大屏幕的画面 就是第一批国家公园之一的三江园的实时直播画面 这里位于三江园通天河沿岸 境内分布有高寒真叶林 高寒草垫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 是雪豹 金钱豹 炎阳等珍稀动物的重要栖息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此前的画面 我们看到被誉为最美猫科动物的雪豹 也闯进了我们的镜头 架设直播镜头连雪豹都能够拍到 有人就要问了到底什么是国家公园 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与传统的自然保护区有哪些区别 国家公园设立之后 普通民众能不能去成为我们的快乐源泉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国家公园 它和传统的自然保护区有哪些区别 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建立 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 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 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域或海域 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 自然景观最独特 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负极的部分 按照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为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个等级 其中国家公园是保护强度保护等级最高的 以生态价值角度讲 国家公园保护的是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 具有全球价值和国家象征 而从保护强度讲 国家公园的保护范围更大 生态过程更完整 管理层级也更高 我国第一批正式设立了五个国家公园 那为何是这五家呢 据了解五个国家公园的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 涵盖了我国陆域近3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也涵盖了所在区域典型自然生态系统 以及珍贵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 保护了最具影响力的旗舰物种 其中呢 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面积19.07万平方公里 实现了长江 黄河 蓝沧江源头的整体保护 是地球第三级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大尺度保护的典范 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面积2.2万平方公里 横跨四川 陕西 甘肃三省 是野生大熊猫集中分布区和主要繁衍栖息地 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1.41万平方公里 居住着我国境内规模最大 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 是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保护面积是4269平方公里 保存了我国最完整最多样的岛屿型热带雨林 是全球最宾威的林长类动物 海南长臂园的唯一分布地 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面积是1280平方公里 实现了福建和江西区域 武夷山生态系统整体保护 拥有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山积而高择积而长 我们看到五个国家公园的景色都是美不胜收 那么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公园呢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副局长李春良介绍 建设国家公园就是要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 自然景观最独特 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负级的区域保护起来 支撑和引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设立国家公园将整合各类各基自然保护地和周边生态价值高的区域 破解部门地方利益与行政体制的分割 有效解决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的碎片化问题 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 实行最严格的保护 整体提升我国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水平 比如说我们大熊猫国家公园 将原来分属不同部门 不同行政区域的69个自然保护地连为一体 明显改善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连贯性 使13个相对独立的大熊猫局域的种群连成了一片 第二点考虑是突出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 大尺度保护国土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区域 具有国家代表性乃至全球价值的自然生态系统 生物多元性和自然遗迹集中分布区 以及原生态强的自然区域 从而实现山水林田湖扫沙的一体化保护 那么第三点考虑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 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了解了设立国家公园的意义 我们再来看看国家公园有哪些保护措施 成效如何 以东北虎报国家公园为例 在今天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东北虎报国家公园负责人透露 通过加强保护开展虎报栖息地修复 林地清收等工作 东北虎报种群数量实现恢复增长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东北虎报国家公园 东北虎新生幼虎10只 种群数量达到50只以上 东北报新生幼虎7只 种群数量达到60只以上 更难能可贵的是 东北虎幼崽的存活率 从试点前的33% 提高到了目前的50%以上 此外像梅花鹿 棕熊 亚洲黑熊 水塔 张 原射班林等野生动物 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据此也可以看出 我们国家公园 在更适宜的层面上 包容了这种野性的自然 万物各得其所 自由自在 并远而不相害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 东北虎报国家公园 实现了天地空监测系统 实时监测全覆盖 近年来 监测体系获取了4000余次 东北虎 东北报 和100多万次梅花鹿 等野生动物的影像资料 为科学保护提供了 有力支撑 同时 这个监测体系 还可以发布警示预报 提醒巡护人员 和周边居民 避免可能发生的人虎冲突 实现了看得见虎报 管得住人 除了东北虎报 梅花鹿 国家公园里 还有哪些 我们没见过的动植物 以五一山为例 这里是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关键地区 保存了地球同纬度 最完整 最典型 面积最大的 中亚热带 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也是珍稀 特有野生动物的基因库 来跟随记者的镜头 走进五一山 眼下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 观鸟爱好者万勇 专程到五一山的山林间 进行拍摄 不仅是鸟类 五一山国家公园内 有记录的高等植物 有2733种 野生动物有7407种 昆虫有6849种 被中外生物学家称为 鸟的天堂 蛇的王国 昆虫的世界 这几年随着保护 和科研力度的加大 有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 来到五一山展开调研 今年五月开始 福建省农科院的科研团队 就在这里开展 大型真菌本体资源调查 目前已鉴定出 大型真菌100余种 其中一些种类 填补了我国的研究空白 这个是一种蓝紫色的 一个复格菌 这个你看看为什么叫复格菌 它就贴着这个木头上斩了 那这个应该是将来可以做在 那个繁殖行业上面的一种 很好的生物的染色剂 这点以后呢 它对这些植物的保护 那实际上间接的就是保护了 这种真菌的多样性 对我们搞分类的人来说 实际上给我们争取了很多的宝贵的时间 生态好 颜值高 珍稀动植物多 相信您跟我一样 看到这些已经对国家公园垂涎三尺了 那么国家公园对公众开放吗 开放后门票的价格将会如何设置 针对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 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进行了回应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国家公园是人民的公园 坚持全民公益性 是国家公园的重要理念之一 国家公园内青山常在 清水常流 空气常新 是最好的自然课堂 也是最有吸引力的生态体验圣地 国家公园分为核心保护区 和一般控制区两个管控区 核心保护区只对科研开放 一般控制区可以开放旅游 满足公众进入自然 亲近自然的要求 适当区域建设自然教育基地 科普馆 野外观察点 露营区 登山步道等 开展自然教育 自然油气和生态体验 就是要处理好 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营造一个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场景 那么我们要做到的 就是说 要把生态保护和生态游戏 生态体验要相得益彰 应该说我们国家公园的 其中的一个目的 也是通过国家公园建设 要使广大人民群众 能够享受到 我们国家最美最优质的 生态产品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国家公园开展油气体验 与大众旅游不同 国家公园将根据环境容量等 合理确定到访游客 承载数量 建立门票预约制度 科学测算运营成本 体现公益属性 严格控制门票等 经营服务类价格 原则上 公益性项目免费 经营性项目实行特许经营 少收门票 那么除了目前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 将来还将设立哪些国家公园呢 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唐小平介绍 2016年我国开始启动 十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今年的10月12号 我国正式设立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 接下来呢 还有吉连山 神农架 香格里拉 普达错 前江源 南山五个国家公园试点区 将会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 优化边界范围 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 和推动设立工作